医院急诊室被人潮起爆 外头的帐篷区也忙翻了 甚至也有急诊室医师 PO出双眼已经累到张不开的照片 强调医护人员 真的是用极限在前线应称 我觉得我们医疗量能会崩掉 也是这些人的这个错误决策 因为我们已经讲三年 那么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作为措施 我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 指挥中心应该要检讨的地方 实在忍无可忍 炮轰指挥中心无视抗疫罪前线 脸书贴出对话框 有护士透露自己工作的医院 从出现确诊者之后 短短一个星期 两百多名病人被感染 也有医护染疫 就怕量能大崩溃 传出有护理人员干脆不快筛 避免门诊面临停摆 病患面临断药 大家受不了了 我一个人要做三四倍的工作 根本就做不下来 也一个护理师 他就说我这个不是抱怨我 我这是求救我 然后他不知道到底是汗水还是泪水 模糊他的双眼 然后他说长官你的眼睛 到底有没有在看到 我们现在的现场 叫做人间厌狱 那他没有筛 那当然第一个 这个讲的 讲法是不是正确 那这也没有证实了 那第二个既然没有筛 那就没有所谓的确诊 那所以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形 四月一号到五月四号的话 总计是有五十一位的这个医疗工作人员 被应该是确诊后被照回来照顾这个确诊者 实际上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长照机构 或照护机构里面工作的人员 我们后续也都研绎了这个相关的一些 奖励津贴补助的办法 疫情高峰还没到 漫长的抗疫战也还没到尽头 满载的医疗量能 更希望外界多点同理心 可能接下来令仗要来打 保护好自己 就是在保护一切 华语新闻五名夜刘佩婷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